连日豪雨屏東高雄等多出淹水 台南也无法倖免 尤其中秋节将至 民众担心台南麻豆文旦受到淹水影响 涌入不少推定电话 破除文旦泡水的谣言 农委会主委林聪贤学谣 只要它水果粒没有泡到水 那果的根部泡水在一天里面 它能够马上宣泄的话 那整个品质都不会影响 像民众喊话 麻豆文旦不管品质还是价格 都没有受到影响 目前麻豆文旦正值产期 种植面积高达800公顷 今年产量比去年增加 呼吁民众可以放心购买 麻豆文旦损失的并不多 而且品质并没有受影响 但是在有一些政治口水的操作下 银言农民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有些消费者的信心 在一些不负责任的操作下 变成说麻豆好像文旦都泡到水里面 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也出面呼吁 有心人不该再操弄口水 影响市场价格 白费果农心血 欢迎新闻成员为徐国豪台南报导